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现在来说 花了两个几月的时间和大家分享 一一分享就是我今次在大陆的时候 自己的个人灵修 我就是穿插这些经文 每一个题目 每一节 不单只每一节 每一个谜题 我都尝试在灵修当中去理解 去阅读 也尝试去理解 神为何这样铺排 明白吗 你会看到就是 如我所说的一个谜题和大家分析 但是在我来说 只不过是几天的灵修 我自己每一次都花了几个字的时间 就可以穿插体道 我就是在说这一件事 弟兄姊妹 你如果就算没有这样的信仰 那你都应该去珍惜 有些人是可以有这样的信仰 去和你分享 明白吗 去珍惜有这样的信仰的人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有生之连你的信仰 都不能够去虐尽的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原来 起码你自己亲近神的程度 未到这个阶段 神将这个启示去解开给你 起码你都真是去懂得 去接触这些人 去接触这些的教会 去接触这些的长者 使他能够将神的同在 将神的智慧去教导给你 让你能够在信仰上经历到神 因为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连这种接受的程度 信仰你都不愿意付出的话 你怎能够得到恩典呢 我们经常说 恩典 恩典 我想你只要恩典已经在信仰上面 是你给最少的代价 而得到最大的祝福 但问题是 恩典也起码你要愿意去接受才行 而你愿意付出的 接受的时间和心态 你都不愿意付出的话 那你就很难在信仰上 能够站得稳 没错 我们读这段经文 我们看见就是 关于这块石头 而这块石头 我们知道原来 为什么它会跟圣殿有关呢 原因就是 以前 敬拜神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活摩 是跟石头没关的 一些都没关的 它能够跟石头有关 原因就是 历史上有一个人 就是大胃 它自己对神的爱 并且它自己人生当中的经历 导致它愿意为神 用当时 这些盆石 去做一个圣殿出来 去成为神的居所 让人去敬拜神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下 神就回应了它 当它愿意为神建这个圣殿 神就是让这个圣殿的标准 让这个圣殿的祝福 让这个圣殿里面能够建立的 所有所带来的这些权柄和能力 神愿意赐给它 作为一个回应 所以每一次神讲 关于圣殿的头块石头 这个防角石 全部是代表了原来我们在信仰上 只要愿意去跟从 我们只要愿意去寻找的话 神一定让我们寻得见 防角石就代表了神对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回应 就好像神对大卫的信仰的一个回应的一样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关于萨迦利亚书 但我们讲到关于为什么萨迦利亚书 突然间弹出两个主题 葡萄树和无花果树 我相信如果两个月前 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就真的水过亚倍 而事实上就算有这两个月的根基 我不去解释的话 我相信对你也有点点难度 如果你从来没有人去解释的话 这些经文可能永远都是迷来的 对你 但我想给你知道就是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如果圣经的明白不能增多的话 你的祝福也不能增多 而事实上圣经是一本充满迷的书 仍然是那句就是说 这些迷的缘故就是 神导致一些不懂得尊重 不懂得珍惜 不愿意付代代的人 是永远都不能得到某些的祝福 不能得到某些的力量 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当中 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 回到来之后 是这么有力量的行神职 这么有力量的行真理 这么有力量的得到神所给 这么多的祝福呢 原因他们的力量 是来自他对圣经的明白 他就很轻易信过以前的罪了 很轻易放弃以前的坏朋友 放弃以前的不好的生活 是以前他们没有神的话 之前是绝对做不到的 那些不是说拗就拗得到 或者家里的父母 骂就可以骂得到 不是的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这间教会成功的秘密 就是因为我们能够 不断打开圣经的奥秘 成为我们的力量 那个是你不自觉下 他就会加添了你的心力 加添了你属灵的力量 加添了你在世上所得的祝福 就是借着这些的明白 所以今天我们尝试再进深一步 去理解究竟 在石头的时候的威力是多么大 我们经常读这段经文 但我们从来不知道这段经文 真正的权柄和能力 就是来自我们对信仰的回应下 神去刺下这块石头给我们 第七字讲说大山 你算什么呢 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 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件事呢 后面就讲出个理由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置在什么 殿顶上 人且大声欢呼说 恩典恩典 原文就是恩典恩典 恩惠恩惠归遇者殿 你见不见我现在说恩典 我说丁姐妹 你知不知道 我们如果整天想得到神的恩典 但起码你都要愿意接受 而你连接受都没有的话 你有生之年 连恩典你都不会得到 恩典已经是最容易得到的 已经是百百给你的 但问题我们都不愿意去接受 我们不愿意接受这块石头的话 那你连恩典都没有 这里就是说原来 我们经常说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是问题是什么 原来因为一块石头 那这块石头又在说什么 又是那一句 原来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信仰 正正式式 正正经经的 付出一个很严肃 很庄严的决定 当这个很严肃 很庄严的决定 就是我们愿意去认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会接触到这块石头 记住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态度 因为原来很多人都轻看这块石头 因为原来很多人都轻看这块石头 圣经讲上上都有这样的现象 象人所弃的石头 他们所轻看的盆石 就是他们不是很认真的去对待神的受高者 他们不是很认真的去对待神的那个时代的复兴 即是说他们不是很认真的去跟从 不是很认真的将这些的提示去阅读 他们永远都觉得 我有很多实际的事务做 实际的事做 我搞定我的生意 或者处理这些日常的工作 弟兄姐妹我想给你知道 如果你不搞好这个葡萄树的话 这个葡萄树坏了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无花果树都出事 明白吗? 无花果树就是什么? 就是你物质上的需要 物质上的丰盛 物质上的供给 这个物质上包裹你身体的健康 所以原来我们的信仰不搞好的话 我们的葡萄树不搞好的话 我们的无花果树 都不能够确保 希采阿书第28章第16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来我在石庵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 同时稳固的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来头高预备 来头高预备 我主抛开心卦 受烦于重担 压抑忆 悠伤解放下 现站立在圣床 正听上声音 深远是奉 我主将世界撇下 谁作为神话 祝贵耶稣 相信你脚中 不见差不高谈 心转一记着神说话 随着耶稣奔跑到永生 当时放弃我心 心恨中每刻等见你说话 心坚昏永久依靠你说话 心坚昏永久依靠